昨天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这是党中央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我国经历了家电下乡 汽车下乡 家电已旧换新等行动 新一轮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如何来看待新一轮已旧换新政策背后的含义 下一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进一步助力政策的落实呢 稍后专家带来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看昨天审议通过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有哪些内容 根据方案 国家将有序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设备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和老旧农业机械 教育医疗设备等更新改造 积极开展汽车 家电等消费品已旧换新 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 方案指出 要结合各类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代差异化需求 加大财税 金融等政策支持 坚持市场为主 政府引导 专家表示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中 外资生产制造企业也将受益 不仅面向我们的国内企业 也面向我们国际的这样的生产制造企业 这样的一个措施也会彰显我们中国不仅是全球大工厂 而且是全球大市场 我们愿意世界各国的企业来共享中国改革发展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红利 以旧换新这个词啊 我们不陌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我国经历了家电下乡 汽车下乡 家电以旧换新等行动 那新一轮的以旧换新和以往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邀新 曾经参与过2009年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他表示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在实施领域补贴标准等方面都和以往差别巨大 这次实施的一个领域 我们不仅有我们传统的 大家老百姓关注的家电汽车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耐用消费品 那么在生产端呢 还有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工业装备 也纳入了这次政策的实施范围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3年 我国汽车保有量是3.4亿辆 冰箱 洗衣机等主要品类的家电保有量超过30亿台 更新换代的需求和潜力很大 专家表示 在消费领域 上一轮已旧换新活动属于大建耐用品普及的阶段 而本轮则从解决有没有升级为看重好不好 我们过往的主要是关注了产品的这个质量安全 还有一些节能能耗的指标 但这次呢 我看我们是会把这个绿色低碳 还有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 作为了这次实施补贴的一个标准啊 或者一个对象 专家表示 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坚持标准引领 更好发挥能耗 排放 技术等标准的牵引作用 今年2月份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印发了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 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 将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水平划分为 先进水平 节能水平 准入水平三档 指导各地区和相关企业实施产品设备更新改造 鼓励更新改造后达到能效节能水平 并力争达到能效先进水平 我们再来说理一下专家提到的 新一轮已旧换新和以往有何不同 首先是在实施领域 补贴标准相比以往差别巨大 此外 从解决有没有升级为看重好不好 这里主要是表现在 以往已旧换新 关注产品的质量安全 最新的方案当中 绿色低碳智能化和信息化 也成为了实施补贴的一个标准 新一轮的以旧换新还坚持标准引领 更好地发挥能耗排放技术等标准的牵引作用 那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出台的 以旧换新政策背后的含义呢 我们来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战略政策室主任盛朝鲜的解读 这是我们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的必然选择 消费是社会在生产的这个终点 也是新一轮在生产的这个起点 消费了什么样的产品 消费产品的结构反过来会传导给生产者 让它去生产市销对陆的这个产品 那么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和消费产品以旧换新 必然会加大对大规模生产设备 和家电等消费品的市场需求 那么有助于扩大消费 畅通并且加速国民经济的循环 第二这也是 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 那么此次国家推动 大规模的这个设备更新 就是要适应这个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和数字化发展这么一个大的趋势 去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它必然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升级 包括终端产品质量的这个提升 生产产品设备的这个升级 和市场的这个拓展 也蕴含着更多的生产设备设备的升级 和设备所需要的基础零部件 工业软件 基础材料 等展个产业基础领域的发展机会 那么是有助于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的 第三 这也是培育形成新制生产力的重大举措 我们的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的已旧换新行动 会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市场容量和市场的空间 让各种新的技术都能够竞争成长 让我们的国内大市场 成为新制生产力的孵化器 加速器 放大器 换了新的设备 旧的设备去哪 我们以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机为例 当手机达到使用寿命 或者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时 就会被淘汰 变成废旧手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数据显示 目前一部手机的平均寿命在2.2年左右 我国平均每年产生4亿部以上的废旧手机 废旧手机的存量达到了20亿部以上 应该如何来处理越来越多的废旧手机呢 一方面是通过正规的手机回收渠道 可以进行二次销售 另外一方面 对于不具备流转价值的手机 还可以拆解之后进行资源的回收 据了解 一部手机的配件当中 含有超过60种元素材料 这一类的电子产品 就相当于一个资源丰富的矿山 资源回收企业 可以从一吨的旧手机当中 提炼出200克黄金 包括其他的一些可再生材料资源 手机资源化利用 也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 那这实际上就是新一轮 以旧换新重点提及的回收利用环节 专家表说 有关部门正推动打通 回收利用环节可能存在的独点难点 方案指出 要落实全面节约战略 抓紧建立健全回收利用体系 促进废旧装备再制造 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鼓励以旧换新 补贴该发给谁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就提出 要坚持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 统筹支持全链条各环节 更多汇集消费者 专家表示 要用好政策组合权 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设计 方向有了 办法也有了 近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知 也提出了目标 将提高家电家具 以旧换新的便利性 畅通更新消费循环 通知提出到2025年 在全国范围内 培育一批 废旧家电家具等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 典型城市和典型企业 全国废旧家电家具回收量 比2023年增长15%以上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需要产供销上下游 正启民 线上线下协同联合 协同联动综合实测 那下一步 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发力 进一步助力方案的落实呢 我们再来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战略政策市主任 盛朝鲜的解读 医生坚持市场为主 政府引导 打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正常环境 鼓励和引导经营主体 和消费者自主决策 来参与整个设备更新 和我们消费品的整齐换新 那么政府的主要作用 就是制定标准 制定规则 更多的用我们产品的质量安全 节能降耗的标准 智能化发展的水平 以及带动作用等等 作为我们政策制定的这个依据 第二呢就是鼓励先进淘汰落后 就用先进的设备去替代落后的这个设备 那么这样的一个先进设备和产品的这个厂商呢 才会有动力去扩大生产获得收益 那么本质上是一个先进替代落后 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第三呢是要坚持标准引领 有序提升 因为政策的这个落实和配套 它的标准是结合起来的 特别是能耗排放环保安全品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来进行引领 来作为政策配套的这个依据 不断的鼓励各地去实施产品设备的更新改造 但这呢也是一个有序的这个过程 对吧 要做到先力后破 持续的升级 推动先进的产能比重 持续提高 高质量的耐用消费品 更多的进入居民的这个生活 另外呢还要考虑到政策实施以后啊 我们被更新被替代的设备和消费品到底怎么办 要落实全面节约的这个战略 抓紧建立健全 回收利用的这个体系 真正的实现我们讲的循环经济 多方受益